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谈 脂肪肝毛到底有什么办法呢 跟他轻松说拜拜 所以今天邱医师的题目是 三多三少 让你轻松跟脂肪肝说拜拜 三多三少,大家要听好 哪三多哪三少 在邱医师的减肥门诊当中 经常有人做体组成的测量 会发现说内脏脂肪太高 内脏脂肪太高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10以上就太高了 10到14我们就是内脏脂肪偏高 那如果内脏脂肪15以上 那这就表示肯定高 内脏脂肪真的太高 那内脏脂肪太高就要小心了 可能是肠子周边的脂肪多 也有可能是肝脏的脂肪多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所谓的脂肪肝 脂肪肝的定义 一般来讲是我们肝脏当中 脂肪的重量超过了肝脏总重量的5% 就叫脂肪肝 或者是肝组织切片当中 发现超过10%的肝细胞 有脂肪堆积的现象 我们也叫脂肪肝 一般人都是在例行的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自己肝脏当中脂肪偏高 所以有脂肪肝的现象 那今天再跟大家谈谈 三多三少之前 大家一定要先知道 哪些食物是脂肪肝的黑名单食物 主要有三种食物 油炸食物 高糖分食物 跟酒精饮料 油炸食物大家知道 就是炸鸡块 炸薯条 洋芋片 或者是其他的糖油的混合物 例如像炒饭炒面 烧饼油条 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糖油混合物 因为它是主食类的东西 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加入太多的油脂 第二个就是高糖食物 高糖食物大家知道 除了像蛋糕点心 饼干糖果这些东西以外 包括含糖饮料 手摇饮这些东西 也叫做高糖食物 因为它在制作过程当中 通常会放入了很多的糖分在里面 最后一个就是含酒精的饮料 酒精是引起脂肪肝 一个很重要的凶手 这三大类的食物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碰 接下来 就是要跟大家谈谈 如何利用三多三少 来跟脂肪肝说拜拜 三多是哪三多 第一就是要多做燃脂运动 好 燃脂运动是什么运动 就是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要把握什么 叫531的原则 什么叫531的原则 就是每周至少要5次 每次至少要30分钟 然后要让心跳达到110下 这就是531的原则 例如快走啊 提单车啊 跳绳啊 慢跑啊 这些都可以 燃脂运动 第二多就是要多吃高纤食物 高纤维的食物 例如哪些主食类的 就尽量多吃糙米 燕麦 地瓜 吃面的话 就尽量吃荞麦面 那么要吃面包呢 就尽量吃糙米面包 全麦面包 第三多是什么呢 就是多喝水 多喝水啊 可以使小分子的脂肪酸 从尿中排除 对于降低血脂肪 有一点点的帮助 但是喝水呢 也不是喝越多越好 只要发现尿色重 尿味浓 就应该要多喝水 再来呢 跟大家谈到三少 哪三少 第一少 少碰黑名单的食物 刚刚邱医师有跟大家提到 黑名单的食物 就是油炸 高糖 酒精 这三类的食物 第二少呢 就是要少吃来路不明的药物 包括中药 也包括西药 因为这些药物呢 也是造成我们脂肪肝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哦 第三少是少什么呢 就是少喝酒 虽然说少量喝酒 可能对心血管 有一点点帮助 但是呢 酒对肝脏 是绝对是不好的 希望今天分享的讯息 对你有所帮助 三多三少 轻松跟脂肪肝说拜拜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获取最新的讯息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谈啊 避免 接下来呢 就是就是要跟大家谈谈 如何跟酒 接下来呢 就是就是要跟大家谈谈 如何利用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